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前执行长Pat Gelsiner·帕特基辛格以普通合伙人身份加入风险投资公司Playground Global, 并加入一家致力于改进关键晶片制造设备的初创公司董事会。 这家总部位于西谷的Playground,成立于2015年,管理着12亿美元的资产,专门从事半导体等深度技术投资。 它支持人工智慧,AI公司Mosaic & Mail,该公司去年以13亿美元的价格以股票交易的方式卖给Databricks, 还支持量子运算公司Cyquantum,该公司正在融资至少7.5亿美元, 比赛澳大利亚和美国建造量子计算机。 基辛格在与英特尔董事会就其扭亏微营战略发生分歧后离开英特尔。 他表示,将参与Playground投资组合中的10至20家公司, 并专注于寻找性能至少比现有技术好10倍的技术。 基辛格的第一步是加入Playground投资组合公司XLite的董事会担任执行董事长。 XLite正在开发一种新型激光器,用于产生极紫外EUV光, 这种激光器的耗电量远低于ASML曝光机中目前所使用的激光器。 基辛格表示,这项技术有望增加工厂生产的晶片数量, 并使这些晶片变得更小、更快。 这是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趋势, 即以英特尔联合创办人Golden Moore的名字命名的摩尔定律。 基辛格说,他们将能够继续推进摩尔定律的能力, 能够在美国制造这种光源。 他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 英特尔日前在一份监管文件中表示, 在新任执行长陈立武、Lit Bulletin-Ten领导下的历史性转型期间, 三名董事会成员将不会在2025年年度会议上竞选连任。 自2024年底以来,该公司一直在改组董事会, 使其更加专注于晶片行业, 并试图在新的领导下重拾失去的荣耀。 最新举措将使英特尔董事会规模缩减至11人。 退休的成员包括医疗设备制造商美顿利前, 执行长Omar Ishak。 他于2023年1月辞去英特尔董事长一职, 但仍担任董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学院院长Sujay King-Loo 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前人口健康和健康公平教授Risa Lavizomuri 是其他离开董事会的成员。 与此同时, 英特尔于2024年12月任命晶片制造设备供应商ASML前执行长Eric Morris 和Microchip临时执行长Steve Senghai以加强其董事会。 此前, 英特尔前执行长Gi辛格离职, 随后又任命了这些人员。 这些变化标志着英特尔董事会结构发生的变化。 以前的董事会由学术界和金融界的领导者 以及来自医疗、科技和航态行业的前高管组成。 英特尔董事长Frank Eri在提交的文件中表示, 他们致力于让董事会拥有合适的技能、资格和技术专场组合, 所有其他现任董事都将竞选连任。 英特尔执行长陈立伍在致股东的信中表示, 为了打造出优秀的产品, 他同样关注公司的产品业务和合同晶片制造业务, 这是前执行长Gi辛格倡导的扭亏为盈战略的核心。 英特尔表示, Gi辛格的总减散费约为790万美元, 他已放弃所有未归属的股权奖励。 陈立伍于2024年8月因对公司复兴计划存在分歧而离开英特尔董事会, 现在他重新担任董事并被任命为英特尔执行长。 陈立伍表示, 他们将继续专注于执行该计划, 以降低他们的营运费用和资本支出, 简化他们的投资组合并消除组织复杂性。 这里他指的是Gi辛格2024年推出的成本节约计划, 其中包括裁员15%。 在此背景之下, 台湾清华大学半导体研究学院院长, 台积电前研发副总经理的林本坚, 鸿海集团半导体策略长, 前台积电共同营运长蒋上议。 二人在三月底对于台积电追加对美投资, 川普关税, 以及与三星和英特尔的竞争相关话题, 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 在近期备受关注的台积电, 对美国追加1000亿美元投资的事件, 林本坚认为, 台积电若持续只在台湾投资将面临很多限制, 包括水、电、人才和土地都不够。 台积电趁这次机会, 在美国、日本和德国投资设厂, 扩展变成大型跨国公司。 蒋上一则表示, 台湾在营运生产成本方面, 比较具有竞争力, 且基于经济规模, 台积电最好能够集中在台湾发展, 不过仍要留意水、 电等资源问题。 其次,针对美国川普政府威胁对台湾制造的半导体加征关税一事。 林本坚表示, 虽然税率影响仍带进一步观察, 不过半导体是电子产品的必须零件。 预期大量采购台湾半导体产品的美国厂商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台湾受影响应有限。 他表示, 因地缘问题, 全球各国都想要实现半导体自给自足, 使半导体人才争抢越来越严重, 人才缺口达好几倍, 要真正解决人才缺乏问题, 不是开设半导体学院, 因为开不完, 而是要解决地缘问题。 林本坚进一步指出, 过去半导体产业是基于自由经济基础发展, 各国设备、材料和设计等方面, 各限其长, 各补其短, 才能快速进步, 美国采取关税和出口禁令等措施, 将使半导体产业开导车, 影响全球经济。 林本坚还示警, 中国若在美国围堵下, 被迫创新材料和构架, 达成半导体先进制程, 协价格低, 市场大优势, 台湾恐面临挑战。 另外, 对于台积电与三星和英特尔竞争态势, 林本坚分析称, 根据各家公司实力分析来看, 台积电有很多客户, 有好几百家客户, 是互主团体, 客户可帮很多忙, 也同时提出挑战。 但三星没那么多客户, 英特尔更没有, 从这角度看, 别人永远追不上台积电。 林本坚认为, 台积电产能多, 能比别人做得快又好, 但台积电不能太骄傲松散, 还要不断努力。 蒋上义则回顾了台积电过去, 与联电竞争表示, 台积电能赢, 主要是联电犯错, 联电当时与IBM合作失败, 台积电则坚持自言之诚。 他过去很努力, 希望带领台积电打败英特尔, 很遗憾未能达成目标, 现在台积电真的打败英特尔, 很意外也很高兴。 英特尔以往是半导体业领导厂商, 愿意冒险, 不过10奈米遇到很多问题。 三星也有问题, 台积电则几乎没犯什么错, 一路稳健发展。 蒋上义说, 英特尔以前追求技术领先, 不能断工, 台积电则寻求怎么省钱, 因此, 当英特尔技术不再领先, 也无法与台积电价格竞争, 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 以前是King, 现在是Nobody。 英特尔现在要务改成, 追求技术领先, 比较有机会达成。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